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汪婷之 成功食品旗下星巴克咖啡厅的铜电销售大幅增长 激励2022财政年第三个季度,净利大涨了172% 累计9个月的核心净利达到8500万令吉 占马银行投行研究和市场全年预测的92%和102%超出预期 这主要是农历新年期间的销售和赚幅比预期好 随着我国疫情进入地方流行病阶段 国际边界重开以及开栽佳节的激励 相信该公司的销量将会进一步增加,盈利将会保持强劲 截至3月底,成功食品有345家星巴克咖啡厅门店 按年增加18家,另外还有69家肯尼罗杰斯 行家分别上调精明财政年的盈利预测26%和21% 目标价也上调至5令吉70仙,维持买入评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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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点 Luciani 武功评际 随点赞 订阅 иныフィオ 订阅 电传辪业装